I want her back in life, not in a back I want her in life that I can hold her 去年的十月七號 哈馬斯突襲以色列境內 在音樂祭與社區大開殺戒 還掳走上百名人質 希蒙娜的女兒多倫就是其中之一 Tafsu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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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was on the phone with you when she was being taken Yes, and we don't know nothing about her 慶幸的是被掳走四個月後 多倫出現在哈馬斯的人質影片中 她還活著但面色慘白神情恐懼 而且自此之後再也沒了消息 以哈血戰一周年 對雙方民族都造成慘痛打擊 365天過去多少以色列家庭陷入煎熬等待 另一邊也有無數巴勒斯坦家庭摧毀於空襲中 CNN記者透過訪問兩位母親 直擊戰爭的殘酷 五歲的仇德是家族中最小的男生 那一天這位媽媽只是離開帳篷買東西 炸彈卻無情落下 等到再相見時 寶貝兒子已失去呼吸心跳 儘管已經一年過去失去親人的痛 仍無法米平 而兩位母親雖然身處敵對國家 卻都有同一個願望 就是希望戰爭趕快結束 散新聞 帳上報導 空襲人 解決戰爭的 解決戰爭的 太過